拿我們的錢再來操弄 在兩岸水果方面的議題 然後再拿我們的錢 再付給損失的農民 農民會不只甩鍋 而且花我們的錢都花得很大方 買高端也是買最貴的 撒幣只要是對岸禁了我們什麼東西 補助就給它下去 但是這一年來看 我覺得台灣的水果到底 現在這個問題 我們真的有做檢討嗎 我們有進步嗎 感覺停在原地 回到最初的原點 這一點大家要思考一下 委員副主任你怎麼看 現在農委會每次都把這個水果議題 操作成政治議題 好 跟漢庭也說了 大陸真的要對我們實施經濟制裁 你看看他怎麼對澳洲的 你最值錢最賣的東西 我都不跟你敬 龍蝦我不要 小麥我不要 紅酒我們這麼多人喝 我也不要 沒錯 剛剛一針講沒有錯 其實中國倒不是只針對台灣 包含澳洲也是 龍蝦那事件大家看得很清楚 但我必須說 我認為民進黨政府 在這個事件上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怎麼說 民進黨在操作兩岸的對立 他透過這兩岸對立 獲取他支持的政治紅利 你在操作對立的時候 你就應該去預想知道說 當你知道對立的話 對方會有一個反制的作用 包含不管是之前的鳳梨 跟現在的所謂釋迦跟蓮霧等等 都是一個反制的作用 面對這些可能的反制作用力 出現的時候 請問民進黨政府 你要怎麼應應 怎麼應對 老實講 我們當然希望就是 我們要活得有尊嚴 我們當然不希望 跪著去求中國大陸 但問題是 當你在操作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道路的反作用力 你的應應方式到底是什麼 你怎麼樣去保障台灣的人民 在這兩個事情當中 可以看得出一個結果 不管是鳳梨的農民 種植鳳梨農民 不管是種植世家 種植蓮霧的農民 他們現在很慌 因為他們種東西就是賣不出去 請問你剛剛我們不管說吃爆 然後這個怎麼轉外銷等等 包含當然說鳳梨之後轉給日本 然後看起來量好的有提升 但請問這是常治久安之道嗎 難道日本他到最後會把鳳梨 變成他主要的水果 然後會 那他產量會維持平均嗎 如果能維持平均的話 我必須說 給民進黨政府也鼓勵 的確你轉外銷了 然後幫農民取得其他出路了 但問題是 很明顯現在看起來都是一個 把雞蛋放在不同籠子 但是是硬丟的 原本叫你提早的 提早去分散 你早就好可以把雞蛋 放不同籠子裡 結果這個時候發現說 我原本農子裝不下了 原本農子破掉了 然後對方要拿走了 那這群雞蛋怎麼辦 我抱在手上怎麼抱不住 我只要把他丟丟丟丟丟丟 有些東西還破掉了 有些東西運過去之後 還壞掉了 那請問這樣子 不是讓台灣的這個 農作物的信譽 跟他的名聲 又更在降低嗎 所以民進黨 面對這樣的操作 我認為 每天民進黨心裡 他只放在大內宣 去宣傳而已 去做梗圖 我真的必須給他鼓掌 一級棒的 水準很高 但問題是面對民生問題 面對台灣民眾 真的需要的問題的時候 老實說我覺得民進黨 根本沒有把心力放在上面 農民怎麼解決 農民的生計怎麼解決 以後每個水果 被中國大陸禁之後 難道你都要透過 你的政策補助 透過你的財政補助 可以讓他去支撐嗎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我們花這麼多錢的 不管是買高端 不管是錢單件等等 民進黨這幾年 這八年 不斷的花我們納稅人的錢 那請問台灣的環境 跟台灣經濟有變更好嗎 看起來沒有 現在我們還是在面對 一個疫情的緊張之下 這麼多錢的情況之下 你不斷的去撒幣 補助幹嘛的 請問是你蔡英文的錢嗎 請問是你蘇貞昌長的錢嗎 不是 都是我們繳交的錢 你凱他人之凱 好 康他人之凱 把別人的錢借花幸福 給這些民眾 這些農民 這些需要的人 這就是民進黨政府治國方式 我必須說 如果今天真的 只要會撒錢就會治國的話 不需要你來 找其他人都可以 會要花錢誰不會花 重點是你花錢 要花得有CP值高 你要把它做到到位 然後你要把整個政策做好 這才是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應該去做的事情 二十多元 都想他來 我會吃 你 我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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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吃